整合创新资源 靶向精准研发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以核心技术占领行业高地 以新京特产品打破国际垄断 树立起民族品牌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 轻型动力实验基地 随着采用薄片空气轴承技术的 小型窝喷发动机成功点火 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 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薄片动压空气轴承 可以使航空发动机重量减轻15% 成本减少20% 维护费用降低50% 而该项技术就来自 河北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从技术上来说 它有非常好的优势 寿命特别长 有效降低耗益率的同时 增强我们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 将推动我们整个航空发动机 整个技术的更大的一个进步 工简波介绍说 我国以动压空气轴承为主轴的 窝喷发动机研发进展缓慢 是因为这些年 该项技术一直被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所垄断 而金士顿公司对这一技术垄断的打破 让情况发生了改变 目前呢 这个动压空气轴承呢 地面的这个转子转子实验现在已经基本完成 再下一步我们就要挂上我们的无人机到飞机上去试飞 从传统轴承生产到尖端技术输出 从产品默默无闻到品牌一鸣惊人 短短几年时间 金士顿就跳出了与众多同行的同质化竞争 实现了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同频共振 这其中有什么不二法门呢 公司总经理王宏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 创新 一个企业的话没有研发就没有它的生命力 就是说我们感觉后劲不足 凭借研发补后劲 依靠创新占先机 这个道理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一家普普通通的民营企业 该如何提高创新能力呢 面对传统轴承生产技术零门槛 产品价格不断降低的现实 金士顿将找准市场 把向研发当作企业创新发展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定位就是瞄准高端市场 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 抢占市场先机 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保障 围绕目标 金士顿以巧接力的思维 与哈工大 西安交大 河北科技大学等业内知名科研院所 开展理论研究 材料研究 应用研究等方面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构建起适合企业自身需要的 产学沿用融合创新体系 使项目研发在设计理念 研发周期 检测方法 加工工艺 还有应用研究 以及团队建设等方面 实现了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 合作上巧妙接力 投入上精准用力 金士顿公司制定了研发经费 单独审批核算机制 让每年不低于当年产值10%的研发经费 使用得更加合理 快捷规范 截至2017年10月底 金士顿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达3500多万元 以空气转程为核心 开发出了空气悬浮离心股风机等代表国内先进水平的空气轴程应用产品 实现了企业产品的生产一代 研发一代 预言一代 2017年 金士顿公司新型产品的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 对企业总产值的贡献超过50% 明年 新产品对企业总产值的贡献将达到80% 金士顿轴程在空气动压轴程领域的技术突破 并成功应用到高速风机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产业化 对于我国以后从事这种高速旋转设备 开发与应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想以后紧紧围绕着动压空气轴程核心技术 展开深度研发 实现在国防装备 环保 新能源等多领域的应用 从而让企业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